大批警力各槍實彈破門而入屋裡的 41歲學姓男子赤裸著上半身 這時他還睡得不省人事 他犯下竹山自查公命案 逃亡整整13天終於落網 前犯不但犯案時心狠手辣 朝著被害的陽性自查工人 近距離行刑事連開兩槍 讓被害人當場避命 過13天那我們的專業小組也懷疑 這個過程有人接應 嫌犯逃亡固捕一陣擾亂警方辦案 不只狡兔有三窟 犯案後先躲到雲林刺瞳 接著南下高雄一路上請有人接應 還刻意將犯案車輛丟棄在屏東方寮與港 接著在新竹台南台中四處躲藏 躲了13天終於在彰化大村落網 警方調查這名41歲取姓嫌犯 有毒品竊盜殺人前科 犯案後到處躲藏 過程中四處聯絡朋友幫忙接應 理由都是與女友吵架要戒住幾天 一共12名友人牽涉其中 歷經13天逃亡終於落網 據曾為小李夢中 彭馨 南投報導